疫情夯了外送 害惨餐厅 连锁印度料理 十店关两间 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会开这么多家 几家那个餐厅 我没有想到 是这么多台湾人会喜欢 来自印度新德里 厨艺学校毕业 现年38岁 印度厨房老板马尤友 日前接受苹果新网专访 畅谈十年事业 如今碰上消费变局 满街跑的外送经济 自然增加产品露出 但背后实质 却是一场肯实利润 而不得不加入的新游戏 多不好就是说 100分的成绩下来了 差不多25 30分而已 2006年他来台担任 六福皇宫的行政主厨期间 发现台湾人对一国美食 接受度高 2008年毅然辞掉工作 自己当老板 跑到士林夜市猪摊 我在夜市那边买咖喱饭 然后我看到越来越多人 希望的台湾人希望的 然后就是想到开餐厅 第一家店店名 MIK1开在北市基隆路 空间仅似平大 从2011开始 我们就是第一个 麻油油印度餐厅 就是下来的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小店 最多是好像是12个人可以做而已 印度菜大受台湾人欢迎 之后以每年载一店的进度 第一间就是我们每天家里做的料理 就是说加强料理 路料理有很多 很多南部啊北部啊什么的 所以享受给台湾人不同的口味啊 所以就是一年开一家餐厅 从台北开到新北新竹台中 迄今餐厅编号已至MIK10 一举成为数十业之外 全台最多据点的异国餐厅品牌 因为每一家店的口感 口味菜单 那个环境都不一样啊 我们去到去年就是快到在西建 去年是五六七八九 这个五个月 然后去年是病毒在 就是碰到台湾的时候 我记得是二三四五 这个五个月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算这个两年 十个月就是真的非常不好 收入减少 老师豪用积蓄来维持餐厅经营 尾程下去已烧本两三百万 失业挺过疫情风暴 却在2022年元旦隔天 马油有脸书贴文丢震汗淡 预告将关闭数间餐厅 一个餐厅就搬住了 然后一个就关了 所以现在就是变旧间了 新生北如的我们就搬出去了 让顾客分寒不舍 连印度台北协会也致电关切 压缩餐厅利润的噪音 除了疫情影响消费 也因外送平台崛起 外送平台替马油有印度厨房 增加曝光度 但成本也随之攀升 还要做买一送一 正折扣券的优惠 额外包装行销活动 都是店家吸收 原本平均单店月 营售180万到200万 因不想被抽成原没做外送 但自2020年后疫情爆发 大家都不敢出门来客量大流失 于是他成为平台餐饮工艺商 每份餐点金额35% 由平台抽成 令5%扣缴营业税 现在外送订单占营业额40%至45% 单店月营收平均落在7-80万之间 即便营收降额外成本增加 但消费形态变了 若不加入平台游戏 口罩淘汰 UberX功夫熊 很简单 可以打电话 还是可以收集上面 他马上就来了 还有我们开始送东西 月生数40%给这个APP 有的房东房租完全不打折 食材变贵都是庞大开销 餐厅目前约有70名员工 一年多前新聘请4到6位印度厨师 但他们尚未取得居留证 迟迟进不了台湾 我们餐厅不是有客人的问题 赚的钱比较少 然后成本比较高 然后员工也没有 可能不能进来 我一定要有印度厨师 专业的 无形机房间的印度厨师 餐厅厨师人力吃井 才在2022年新年下这个决定 关闭二至三间餐厅 目前还在询问员工意愿 切切关掉哪几家会公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